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 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的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今天这段经文来自启示录 是使徒约翰在人生的末了 他被抓到跋摩岛去 准备在那里殉道 没有想到就在跋摩岛上 他所追随的耶稣基督 向他显现 将从现在到未来 甚至末后的事显给他看 所以这位耶稣 向他显现的时候 曾经有了一番的自我介绍 这个自我介绍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十七节 他非常生动地描述说 约翰讲说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的 在我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所以耶稣基督命令约翰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 包括以弗所教会 士美拿教会 别加摩教会 推亚推拉教会 萨迪教会 菲拉铁杯教会 以及最后的老底加教会 在每一封信里面 都有耶稣针对这个教会独特的自我介绍 耶稣也对这个教会有一些的责备 有一些的赞美 也有一些的劝勉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最后的一封 最后的一封是给老底加教会的使者 耶稣基督是这样自我介绍的 他说 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上帝创造万物以上为元首的 所以耶稣对这间教会的自我介绍说 我就是阿门 我相信我们在教会的人都不陌生 什么是阿门 阿门就是诚心所愿 或者是在我们祷告之后 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也就是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没有半句虚假 每一句都发自我的内心 从我心灵的深处向上帝请心吐一 没有一句的虚假 那阿门就是诚信真实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诚信真实 所以我想我们在读福音书 耶稣经常在讲道之前有一句口头禅 那句口头禅就是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以透过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耶稣是一个做人很实在的人 耶稣也是一个说话很实在的人 我常常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讲 我们要怎么样展现 耶稣基督的形象 要如何活出 耶稣基督的样式 其实并不难 因为基督教信仰就是在教导 我们一套做人的道理 那目标在哪里 榜样又在哪里 当然在耶稣的身上 只要我们像耶稣一样 实实在在地做人 实实在在地讲话 当有人讲到你 他就会说 这个人做人很实在 这个人讲话很实在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在人的眼中的形象 是一个说话实在 做人实在的人 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形象 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 其实人跟人之间充满了耳语我诈 人有的时候讲话会夸大其词 说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做都做不出来 或者是在人的面前非常的诚恳 但是一转身 什么样的坏念头都出来了 要被人家称为这个人 做人很实在 说话很实在 那是非常难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指这个人 他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 其实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困惑 就是我心里想要去做的善 我做不到 但是我想要逃离的恶 我却逃不掉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所以保罗的痛苦也是我们的痛苦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难知行合一 每一个孩子都知道 考试到了应该认真 但是他有的时候坐在书桌前面读书 坐三分钟五分钟 他就坐不住 每一个做丈夫 做父亲的人都知道 我要努力的工作 我努力的工作是要让我的妻子 儿女过更好的生活 可是在外面就遇到许多的诱惑 有的时候天雷勾动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事就这样成了 小三小四就出现了 我们都应该想要好好的保持我们的婚姻 然后到白头偕老 但是有的时候要捍卫婚姻 却是那么的困难 这就是知行不合一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最得到赦免 我们就可以走向知行合一的道路 我们要每天努力的灵修 攻克己身 教身服我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然后舍己 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来追随主 若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能够知行合一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困难 我们当牧师的也一样 我记得我刚1996年刚到教会 去担任传道的时候 其实我的口才是很好的 我的讲道也没有问题 弟兄姐妹非常喜欢听 但是呢 总是有一个执事 他对我心存恶意 常常我讲完道 下午呢 就找一群人 开始恶意批评我所讲的 而这些话来到了长老的耳朵 长老就告诉我 我说没有关系 就让他去讲吧 就这样过去 他一直是长职汇里面 对我很不友善的一个人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就把他当作 是上帝放在我们长老 执事中间的一根刺 叫我要更加的谦卑 一直到五年以后 有一天当我在带青少年团契 青少年团契已经结束了 那我就走出来 我发现他在外面等我 他问我说 牧师请问你有空吗 我说有 那我能跟你谈谈话吗 我说可以 于是我们就到我的办公室 一坐下来 他就告诉我说 牧师自从你来到教会以后 我一直在观察你 我心里面就愣了一下 哇他对我很不友善 讲话常常很不耐烦 甚至在背后批评我 结果他告诉我说 我一直在观察你 然后他后面就讲了一句话 我发现你所做的 跟你所说的是一致的 我一下子没有办法理会他在讲什么 接下来他就侃侃而谈 他说我从小就在这个教会长大 我看到这些牧师一个一个来来去去 四五位牧师来来去去 每一个牧师都很会讲 可是在台上讲的是一套 台下又是另外一套 台上讲的很有爱心 台下当信徒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不问不问 台上告诉大家要热爱上帝 不要爱这世界 可是他下了台 却常常计较 我还告诉你 还有牧师 他台上告诉你 要多么的爱家庭 可是他自己会打老婆 我对你们牧师非常的失望 特别是当你来的时候 我发现你口才很好 你比其他的牧师更会讲 我心里面就想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一个像诈骗集团一样 台上很会讲 可是台下所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但是我这五年来观察你 我发现你台上讲的 跟台下做的是一致的 所以他郑重地向我道歉 所以后来 他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最支持我的一个人 我常常开玩笑跟别人讲 你如果要批评我可以 不要在他面前批评我 如果你在这个人面前批评我 你如果断手断脚 我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这个人 这位弟兄 从此对刘牧师服服帖帖 他也非常尊敬我 几乎以后 我就成为他生命中 他灵性里面非常重要的导师 其实每一个人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都是雪亮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虚假 太多的虚假 太多的尔虞我诈 执政者都说 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做 让选民把选票投给我们 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有我们身边的朋友们的眼睛 都是雪亮着 他看着你们这群基督徒 要跟他传福音 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如何 你们的家庭如何 你们的道德修养又如何 他们看在眼里 他们会听我们讲福音 听我们讲见证 他听我们讲很感动 可是看了我们的行为之后 他就走不动了 走不进教会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阿门 我就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在我面前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我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你们所有的人的言行 我都知道 我表里一致 而你们有可能阳奉阴违 所以当耶稣基督说 他是为诚信真实来做见证 我们就应该如此 我们应该如此展现我们的生命 有很多的人用嘴巴敬拜上帝 可是他的心却远离上帝 这就像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 你们用你们的口来颂赞我 你们的心却远离我 所以在台湾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有一位牧师他很会画漫画 然后他就在漫画里面画 有一个人在诗班的时候 颂赞上帝 在祷告的时候 他讲话也是出口成章 但是呢 他却跟人家赌博跟人家吵架 然后最后一格就是他的嘴巴进天国 他其他的全部下地狱 全身上下只剩下嘴巴可以进天国 我看到了这个图我就哈哈大笑 其实多少时候我们也像这样 我们嘴巴讲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所以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 都没有办法来闪躲 因为他知道一切 他看透万物 而他说我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 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所成的肉身 上帝如何创造世界 上帝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然后空气要聚集在一起 变成天空 海要聚集在一起 让陆地陷起来 那么上帝如何说话 事就如何成就 而上帝的话就是道 上帝透过他所说的话 创造了世界 而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 所成的肉身 然而他从死里复活 坐在上帝的右边 最后他用他的话来审判全地 所以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世界 用他的话来拯救人类 用他的话审判全地 所以他是 他是首先的 他是末后的 他是阿尔法 他是奥美加 甚至他是在上帝 创造万物之上 做元首的 没有什么比他更大 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前 他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 都赐给我了 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在上帝 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 如今耶稣基督就是 那坐在白色大宝座上 被杀的羔羊 他是元首 他为诚信真实做见证 然后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这段经文我听了很多次 我从小到大 听了很多牧师讲这段经文 然而他们总是告诉我们说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你不要做那个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每年只有圣诞节会来教会 或者是只有重要的节庆 教会有活动才来 或者是你只有来 只有来做礼拜 也不参加小组 也不参加师班 也不参加各样的聚会 其他的聚会 祷告会 家庭礼拜 或者是我们连 我们在教会里面 你都没有服事 这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小心 耶稣基督会把你吐出去 所以你要火热 要火热 包括后面到第十九节说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 对 每次看这段经文 我一定要火热 所以我从青少年 就参加青少年团契 参加师班 我也做主日学老师 我从青少年 就一直火热 火热 火热 我都不敢懈怠 我唱诗歌很大声 我讲话很用力 包括现在 我每一场在台上讲道 或上课 我都是很用力 可是当我念到大学的时候 我再看这段经文 我就开始有疑问 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在这边说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就是要么你就冷 要么你就热 冷跟热都是好的 但是你不冷不热 就像温水 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 不对啊 难道耶稣在这边是要我们火热 或者要我们冷淡 要么你就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做礼拜 要么你就每年圣诞节都来 那如果牧师问你说 为什么你只有圣诞节来 平常都不来 你就拿这段经文给牧师 你看耶稣要的是 要么就冷 要么就热 有些人选择热 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 我是冷 所以我就一年只来一次 一年只来一次 我的冷让上帝喜悦 那些热也让上帝喜悦 经文不是这样解的 所以我经常开始产生很大的疑惑 不对耶 要么就冷 要么就热 还有他违背了我们的基本法则 如果你去问医生 热水好吗 冷水好吗 他都跟你说不好 最好的是温水 吃药的时候要配温水 运动结束满身大汗的时候 不要灌冰水 要喝温水 温水对身体是最好的 但是为什么作为温水 我们的耶稣要把它吐出去呢 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找了很多的参考书 上面的解答也都不让我满意 后来我读到了神学院 学到了希腊文 然后再来就是去看很多的相关的书籍 圣经历史 圣经地理 后来终于找到答案 原来这段话不是说你要火热火热 其实这段话它有很深很深的含义 可其实对于当时候的人而言 这句话他们听了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当时的处境 就无法理解这段话 要记得如果你去看地图 打开圣经地图 你会看到老底家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希拉波利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哥罗西 这三个城市通常被放在一起 希拉波利 老底家 哥罗西 希拉波利 老底家 哥罗西 每次在提这三个城市都会被放在一起来讨论 这三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 希拉波利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城市 那附近有一个火山 所以希拉波利的所在地会有温泉冒上来 所以希拉波利被称为健康之都 很多人有皮肤病 或者是有其他的慢性病 他就会到希拉波利去住一段时间 然后每一天去浸泡那里的温泉 那里的温泉温度很高 而且又有丰富的矿物质碳酸钙 所以当许多人在那边浸泡温泉一段时间 他身上的病就得到痊愈 所以希拉波利被称为健康之都 然后在山上的热水 慢慢地从山上流下来 顺着一条溪从山上一直流下来 流啊流 流到山下的哥罗西 经过了氧化之后 那一些的矿物质都已经沉淀 热水也都变成了冷水 来到了哥罗西 哥罗西就成为一个 卖矿泉水的地方 哥罗西有非常好的品质的矿泉水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到那里买水喝 所以哥罗西的人也都把 他们的矿泉水 拿到希拉波利去卖 哦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因为在山上的希拉波利 的水是热水 你浸泡之后 你的身体可以得到健康 然后你到了哥罗西 它的水变成冷水 那个冷水是非常高品质的矿泉水 可以让人止渴 但是当那个水到一半 来到了老底家的时候 正好是温水 那老底家距离那条溪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小小的 另外一条支流 让那个水可以流进 老底家这个城市 流进老底家这个城市 所以就进到他们中间的广场 广场有一个喷水池 广场人来来去去 然后他们逐家又有水管 把那个水引到各个家庭里头去 那家家户户都会放很大的水缸 把那个温水引进来之后 就在那个水缸放好几天 等到全然沉淀 温度也变成冷水 他们就可以摇起水来喝 然而如果他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有人来到了那个喷水池旁边 哇 发现有水 而那个水是温水 那么他们就捧起手来 喝那个温水 但是一喝就马上 就会把它吐出去 因为那个水是温水 感觉起来可以喝 但是喝到嘴巴里 硫磺味还是很浓 所以就吐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耶稣才说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老底家的城市都知道 如果有人 你看到一个人 他把水捧起来喝 然后又吐出去 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外地来的 本地人不会这样 本地人不会马上把温水拿起来喝 要么就到哥罗西买水喝 要么就把这个水放在水缸 放三四天之后才喝 所以原来这段经文要讲的 不是叫你要热心热心 而是告诉你 热水有热水的用途 是可以让人得到健康 冷水有冷水的用途 可以让人止渴 老底家的是温水 你浸在里面得不到健康 放在嘴巴里 那个味道你受不了 一定吐出去 所以这一位耶稣 告诉老底家的教会 你们要有用途啊 你们在教会里要有用途啊 在上帝的国度里要有用途 要么你就是热水的用途 要么就是冷水的用途 但是我发现你们一无是处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指责这个教会的人一无是处呢 你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原来这个教会 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 包括这个教会 是一个独特的城市 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 老底家有几个特色 首先在这个城市盛产黄金 所以他们曾经在一次的地震中间 整个城市已为平地 罗马政府知道之后 想要拨款帮助他们 而他们对罗马政府说 不必我们自己来 他们用自己的财富 用自己的黄金 重建了他们的城市 他们也告诉罗马政府 你们不必派巡抚来 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你要多少钱 一句话我们就把钱给你 罗马政府统治每一个地方都要收税金 可是老底家 老底家他们很骄傲地说 你们不必派巡抚来这里 我们可以自治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所以他们不像耶路撒冷 有一个巡抚叫做比拉多 一直住在那里 最后他把耶稣判死刑 一般人不能判人死刑 关于生死的判决 要由巡抚来 所以根据史书记载 当时候大概罗马的巡抚 来到老底家 可能会待一两个月 然后处理当地的刑案 该判死刑的判死刑 该无罪宣判的就无罪宣判 然后他又离开 其他的时间 老底家人 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他们非常的富有 有黄金 他们还盛产一种黑色的羊毛 黑色的羊毛非常珍贵 一般的羊都是白色的 一般的毛衣是白色的 他们有黑色的羊毛衣服 在当时候 任何一个贵妇 你不可缺少的 就是一件老底家的黑色羊毛衣 黑色的毛衣 任何人只要有一件黑色的毛衣 其他人就会说 哇 她是一个贵妇 就像现在有些女人 穿着貂皮大衣的时候 可以显现出她的尊贵 所以许多王公贵族 一定来到这里采购 他们黑色的毛衣 因为黑色的毛衣 代表的是尊贵跟荣耀 很独特的是 老底家这个城市的泥土 那个泥土就有一些 什么金霉素 土霉素 那个泥土只要稍微制作 抹晒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会好起来 人的眼睛会明亮 所以老底家被称为黄金之都 老底家被称为尊贵之都 老底家被称为光明之都 所以老底家的人非常骄傲 要黄金 有黄金 要漂亮的衣服 有漂亮的衣服 而且你如果眼睛出了问题 来我们的老底家 我们的眼药水给你点一点 眼药抹一抹 你的眼睛就好起来 也因为这样 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好的 都是美好的 但是人的眼光跟上帝的眼光不一样 人的眼光说 everything is alright we are fine 但是上帝的眼光不是如此 所以耶稣基督就指责 你说 你的教会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赤身的 你们以为你们已经发大财了 就像当年我们台湾有一个市长 在选举的时候 都告诉大家要发大财 发大财 我相信我们新加坡的人知道 那个市长后来去选总统 但是没有选上 后来又在自己的城市被罢免了 但是大家好像走了一个发财梦 做了一个发财梦 然后黄粱一梦 然后就醒过来了 所以这一群人说 我们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可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从我的眼光看 你是困苦的 你是可怜的 你是贫穷的 你有衣服 我觉得你是赤身裸体的 然后你眼睛可以亮 我却觉得你是瞎眼的 奇怪 耶稣的眼光跟人的眼光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所以耶稣基督就说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要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什么是火链的金子 火链的金子 就是被烈火熬炼过的金子 甚至说是被什么 被苦难熬炼过的生命 当你的生命一凡风顺的时候 自以为是 但是你的生命却呈现不出 那种丰厚的素质 除非当一个人被苦难熬炼过 我相信我们中间应该有人 以前中过Cancer 带给你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苦恼 甚至一种莫名的恐惧 哎呀会不会我就死了 我是不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界限 然而当你从Cancer康复了 仿佛从鬼门关走一趟 一个中过Cancer 几乎走向鬼门关 最后又回来康复的人 我告诉你 他的人生观一定不一样 他继续在过生活 但是他应该 他所过的生活 他的目标方向 他的价值信念 一定跟以前不同 所以被苦难熬炼过的生命 那才是真正丰厚的生命 所以让我买过的金子 叫你真正的富足 人的富足不在于物质 不在于家道丰富 人是因拥有上帝 所赐的平安喜乐而富足 因为拥有从耶稣基督来的救恩 而富足 因为有着属天永恒的盼望而富足 人是因为这些 看不见的抽象的事物而富足 而不是因为看得见的财富而富足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 那些看得见的财富 没有办法叫人的生命 真正得到饱足 接下来又说 我劝你要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你以为尊贵的黑衣服 从耶稣的眼光 这黑衣服象征你生命的黑暗 象征你全然活在黑暗 罪恶的处境中 你生命全然的败坏 而你自己竟然不知道 还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来向我买白衣吧 让白衣遮盖你的黑暗 让白色的衣服 来遮盖你赤身裸体的羞辱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觉得 好像有一个童话叫做 国王的新衣 那个国王全身赤身裸体 却被骗子说 你穿上了一件华丽的衣服 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 所以大家为了拍国王马屁 都说国王的衣服 好漂亮好漂亮 只有一个小朋友说 哈哈哈哈 国王怎么没有穿衣服就出来了 这是诚实的小孩 我们自以为这件衣服很漂亮 可是上帝的眼光一看 原来我们是赤身裸体 我们其实是很羞耻的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改换我们的念头 离弃我们的罪恶 奋力的从黑暗的处境中 走向光明 从污秽的处境中走向圣洁 所以买下白衣 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展现光芒 再来又买眼药 擦亮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他们觉得我的眼药让我能够看见 不过你肉体所看见的 竟是眼前的荣华富贵 竟是那些属于肉体 属于物质的欲望 你看到的只是暂时的 世上要看的是永恒的 要看的是永远的 我们看的不是属世的 不是属血肉的 不是属肉体的 不是属血气的 而是真正属灵的 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眼药 赐给我们新的眼光 而这个眼光正是上帝的眼光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 我们自己的眼光自以为明亮 上帝一看却是黑暗 然而当我们从耶稣基督里面 重新取得一个新的眼光以后 就全然不同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上帝的眼光跟人的眼光的不一样 老底家教会自以为丰富 但是上帝却说 你们是贫穷的 他们自以为是尊贵 可是上帝却说 你们是卑贱的 自以为他们眼睛所看是光明 殊不知上帝认为 你们全然活在黑暗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眼光跟上帝的眼光的距离 有差很远吗 因此当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 现在也许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经常有那个实体的礼拜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礼拜 以上帝的话为前导 透过上帝的话语 不断地洁净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洁净了 洁净之后 用上帝的眼光来观看一切 所以耶稣就说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必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这个发热心悔改 就是马上从罪恶的处境中脱离 从错误的道路中回转 就像上一讲所说的 要立刻U-turn 立刻掉头 悔改 一旦当你悔改 你就走回到正确的道路 所以耶稣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要一同作息 他希望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 接待耶稣基督 也许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人 有人还没有信耶稣 耶稣现在正在你的生命的外面叩门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要一同作息 各位弟兄姐妹 在新加坡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不仅是新加坡 在现在这些已开发的 越热闹的处境中的人 我们生活在这种大都市 生活在这个很紧张的城市 生活在一个彼此竞争 非常激烈的城市 我们活得很痛苦 人比人气死人 我们总是追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 想要居前不居后 居上不居下 这我们活得很痛苦 没有笑容 上帝的国度不是这样的 上帝的国度是告诉我们 上帝的眼光是告诉我们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不必羡慕别人 有非常高级的轿车 我一辆Toyota 就从台湾头 跑到台湾尾 有一辆Toyota 对我而言 已经是心满意足 每一次去保养 不会花太多钱 要换零件 也很便宜 车子只是代步的工具 不必用车子来证明我的身份 我有一栋房子可以住 那个房子的价格 盖到好不到 心币十万块 然而我非常的满足 刮风下雨 在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得到温暖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所在意的是 当有人邀请我讲道 我有没有把上帝的道 清清楚楚讲出来 我作为一个教授 我在大学里面 我有没有好好的 做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好好的爱这些学生 有没有尽我教授的本分 我在意的是这些 我相信这是上帝 对我们所要的 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 帮助我们思考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要有用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间教会 那一间教会 根本信徒不需要有任何的服事 敬拜赞美团 全部都是教会的专职的人员 领教会薪水的 做音响控制的 也是领教会薪水的 甚至教会的所有的清洁工作 都是外包给清洁公司来做的 私勤的人 做很多的工作 通通甚至于收钱 会计出纳 都是教会的专职同工 所以长老执事 不需要做什么 信徒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只要舒舒服服的 坐在这里 享受一个三day service 这样就好了 然后把钱奉献下去 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因为这个教会不需要我 我觉得这个不是教会 他把信徒宠上天了 事实上教会的许多工作 都要由我们的信徒 一个一个 我们付出我们的心力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当有人身体 围样住院的时候 其他人去关心他 去看他 当这位老先生或老太太 不舒服的时候 有其他的人去 去关心他 探访他 这才是对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教会 是有用的 要么就是冷水 要么就是热水 我在教会有一席之地 有我的用处 然而 我也用上帝的眼光 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 我是不是真如这个地方所说 已经富足发财 一样都不缺 我们需要 如耶稣基督 对老底家教会的教导 你们要改变 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来观看 在属灵的眼光中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不应该跟这个世界 走相同的道路 我们不应该追随这个主流的价值 而前进 我们应该追随的是内在心灵的富足 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属天的荣耀 他最后告诉我们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现在一直到将来 我们见主面 我们必定不断地活在征战之中 我们必须不断地 让我们自己超越这个世俗的 属世的这一些价值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一种属灵的价值 属神的眼光 重新来看待我们的人生 这次的疫情 让我们不得不在上帝面前 谦卑下来 当我们再一次看见 自己的软弱跟无助 渺小跟可怜以后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上帝 我们紧紧地靠近他 在这个充满征战的社会跟世代 我们靠主来得胜 得胜就与主一同坐席 有耳吗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礼拜中间 透过启示录 耶稣基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 我们得着启示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国度里面 要么就是冷水 要么就是热水 冷水有冷水的用途 热水有热水的用途 主要让我们站在教会里面 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参与在你神圣国度的侍奉 这侍奉不是只有牧师 传道团队 以及长老执事当做的 主啊 即使我们没有担任长老执事 我们也可以去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从我们的内心付出我们对他们的爱 因为你的命令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甚至如果我们生病 我们年老 我们走不出去 我们也能够跪下来 为这个教会守望来祷告 主啊 我们不愿意 在你的国度里面一无是处 最后被你吐出去 也恳求主再次帮助我们 不要在老底家教会的错误上面 重蹈覆辙 他们自以为是富足的 你却认为是贫穷的 他们自以为有了华丽的衣服 你却看他们是赤身裸体羞耻的 他们自以为有明亮的眼光 但是主你却看他们如瞎眼的 亲爱的上帝 我们作为你的百姓 作为你的儿女 我们阅读圣经 我们做礼拜聆听你的教训 求主帮助我们 就渐渐地养成属灵的眼光 渐渐养成一种新的价值观 因为在基督里 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让我们用崭新的价值观 面对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上 仍然充满了征战 我们靠我们自己肯定失败 但是恳求主赐给我们 从天上来的力量 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愿意最终 终究靠主全然得胜 有到一日与主你一同作息 愿主你的话 深刻在我们的心 如同脚前的灯 跟路上的光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